亚历山大大敌 上帝给了我一个启示 抛出这枚硬币 如果正面朝圣 我们就能胜利 如果背面朝圣 我们就将失败 亚历山大抛出了硬币 所有士兵都屏住呼吸注视着 结果是正面 于是确心能获胜的士兵们 士气高涨 最终大获全胜 在庆祝胜利时 一位将军说 这场胜利是天命 而亚历山大却说 其实硬币的两面都是正面 在硬币抛出前和硬币抛出后 战争的局势并没有发生改变 我有一点 不过是士兵们的想法 朝着胜利的方向发生了积极的改变 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 罗伯特·莫顿 通过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 提出了自我实现预言的惊人理论 什么是自我实现预言呢 是指某人或群体的信念或预期 无论对与错 都会影响某种情况或是个人或群体行为结果的过程 简单来说 就是认为它会发生 它就真的会发生的理论 莫顿博士举了一个例子 如果一个女人认为她的婚姻会失败 或担心这样的事真的会发生在现实中 那么这样的想法便会导致限述婚姻的失败 类似的例子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被称为安慰剂效应的治疗方式 也是自我实现预言的重要例子 我们与人打交道时形成的偏见 也是重要的例子 那个人是个不错的人 那个人怎么看都觉得阴险 不能靠太近 这些偏见影响着我们的行为 如果认为是好人 态度就很亲切 如果认为对方是阴险的人 态度也会变得刻薄 或是直接避开 那么对方也会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你 结果你还自以为自己的预测是正确的 但并不是预测准确 而是因为我们这样想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特别需要注意自我实现预言的人 就是领导 如果领导带着偏见管理组织和公司 就会最终得到和偏见一样的结果 领导将自己喜欢的人安排在身边 只给那个人表现的机会 那么那个人肯定忠于领导 而且会做出让领导更为满意的行动 而一开始就没入领导眼的那个人会怎样呢 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会让领导感到不满意 哪怕确实是非常出色的人 也可能连展示实力的机会都得不到 如果组织与公司 本人与自己的成员 想获得积极的结果的话 那么领导就应该首先进行积极的自我实现预言 中瓜得瓜 中豆得豆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想获得积极的结果 那么不管是对自己还是他人 都要首先抱有积极的想法 人际关系是双向的 只有先抱着积极的预期对待对方 对方才会积极地对待你 反之如果抱着消极的预期对待 那么对方也将消极地对待你 追求利益时亦是如此 如果我们只顾自己的利益 那么对方当然也会只顾自己的利益 公司和组织的最大价值 是来自客户和成员的信任 按照自我实现预言 要想让别人信任我们 首先要做的就是信任对方 如果你想与凝聚着信任的 网络营销共同成长 就请牢记一个事实 收获你所播种的 回报你所给予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